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看你的本事 交给我吧 能行就行 不能行别隐称着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我不怪你 蔡爷 掉脑袋的事我替您办的还少吗 另外我身上没钱 我现在没法给你钱 蔡爷 蔡爷咱把话割着 有钱照办 没钱 还是得照办 好 蔡爷 我欠你 不不不不 蔡爷 咱不说这些 对 我就是冲您这人 三儿 这是联系人和地址 我走了 说实话 干吗 那我下一次就去吧 iba 咱们后会有期 菜叶你多保重啊 轩柱 三哥 你那个马上出去一趟 立刻找人定一口棺材 做一个带夹层子 能把那东西放在里面 明白吗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等等 千万保密 除了你我谁也不惜知道 放心吧 三哥 我知道好歹 去 你这些手势都过时了 该换点新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烟饮犯了 没欠抽大烟了是吧 你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反正这些首饰 也是你花钱给我买的 想换钱花 你就拿去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二斤 整个范家就你一个人心疼我 你放心 等我赚了钱 我一准给你换新的 我说话算数 你贵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我看不得了 诬 v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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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你有事找我吗 那个 那个念春快放暑假了 我想 你要是没事的话 我想约你一块去接二小姐 我忙 我正有事 要和光文出去呢 那就算了吧 我一个人去呗 光文 咱们走 念人 我能跟三哥说两句话吗 爱说你就说 我在外面等你 三哥 你跟念人的事 他都跟我说了 三哥 你辜负了念人的一片心意 这话不该你说 念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能总哄着他玩 他是不是小孩子我比你清楚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我是下人 你是少爷 我给你让道了 怎么个小孩子 也不是ying头 可能不可 你还 serie人有种的 WIN 哥 他最 fury的始 экспер就是你 破词d&bill就是紫必云 各位成员 现在都用来 学校总算放假了 都要憋死我了 你也是 都不来看我 家里新开了间标局 我都快忙疯了 你心里就家里 这么久没有我 快上车 我给你准备好吃的了 真的 快点 好吃吧 特意给你买的 还凑合吧 凑合 这可是德国进口的 好吃 我逗你玩的 三哥 你看 现在我放假了 你是不是能 多给我一点零花钱 行 行 给钱 三哥真好 你要是不给啊 我就不认你了 我姐最近怎么样 她在干嘛呢 没干什么 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嗯 没有啊 肯定有 没有 没有 你看着我的眼睛 哎呀 听话 看着我的眼睛三哥 行 你看吧 你能看出什么了 我看出来了 我真的看出来了 一个眼大 一个眼小 你笑什么呀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你不都是看我姐的眼大 看我的眼小 哎 你这小牙子骗子 上了两天学会开玩笑 会耍贫嘴了 是不是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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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会耍贫嘴了是不是 哎 二小姐回来啦 二小姐回来啦 啊 老爷 二小姐回来啦 爸 好好好 二小姐回来了 回来了 老爷 辛苦啊 不辛苦 都好吧 都好啊 我饿了 校长说了 是啊 挺好 是吧 终于回来了 姐 你先别干活 来来来 我有话跟你说 姐 你跟三哥 你们俩究竟怎么回事啊 没怎么回事 哎呦你就别瞒我了 告诉我好不好 本来我是想跟三哥好 但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真的 那就是说 我还有机会了 对不对 看你啊 一点正形都没有 三子 喂 这两天老看你阴着个脸 怎么了 没事 长这么大了 没什么过不去的事 跟我说实话 你跟念仁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不是老爷不答应 对吗 干嘛 咱们以后不提这事行吗 好 大小姐 你忙 忙呢 我不忙 你忙 晚上有时间吗 干嘛 我想再跟你聊聊 你都不要我了 还有什么可聊的 我接 上酒 三爷 三爷 您不能再喝了 再喝您就回不去了 再说我们也该关张了 上 上酒 没辙 这是我们店里规矩 对不起您 三爷 你说你一个跑堂的 你不是跟我一样吗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势利 不敢 三爷 你给我眼看人 低 你 三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喝酒了 这是哪儿 这是你家 喝糊涂了 你不是不理我了吗 你找我干嘛 谁说我不理你了 你看你 喝得怎么稀里哗啦的 你不是说不理我了吗 你快睡觉吧 喝了那么多酒 三哥 你干什么 别这样 我害怕 下雨了 收衣服 没下雨 天好好的 三哥 月亮都照进屋了 月亮都照进屋了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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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 喝杯茶结结酒 吗 谢谢 什么 我卖过аф子 我只是想看你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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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醒 我愛你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还问我 你都忘了 你全都忘了 你怎么回事 二小姐 三哥 你快起来 我没有怪你 二小姐 你都给我了 我发誓我将来一定娶你 一辈子疼爱你 真的 用你这句话 我就高兴了 一辈子疼爱你 我回来了 念春 你上哪儿去了 没去哪儿 我就去三哥那儿待了一会儿 玩什么那么高兴 说的你也不懂 反正 三哥对我好 我也会对他好 念春 你在胡说什么 反正说的你也不懂 念春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长见识了呗 你老是告诉我 什么长见识了 到底怎么回事 姐 人家累了 想睡觉了 你别问那么多好不好 我睡觉了 念春 我睡觉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睡觉了 爸 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你看 我都长这么大了 我想一个人住 跟你姐住一屋不挺好 平时也有个说话的 是挺好的 不过找说话的机会还不容易 你看 我姐现在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再说 光文老来 我烦都烦死了 我没心思做作业 您可别怪我 你想自己住就自己住 少往我身上扯 本来就是 你说来人找你 我往哪里带 好了 家里又不是没有房子 回头让颜妈给你收拾出一件来就是了 太好了 谢谢爸 三哥 洗衣服呢 你还能自己洗床单啊 脏了洗一杯 你哪会洗 你哪会洗 我来洗 不不不 我自己 不是 真的 我没事 我真没事 我自己洗 那洗吧 洗干净点 我把门给你关上 不要洗手 你要洗脱点 要洗手 洗手 要洗手 没洗手 要洗手 了 你上去了 快活了 好 舒服 舒服了 美 你为什么突然间想要自己住了 一个人住多好 自由自在的 又没有人管我 想干嘛都行 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三哥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想吧 想成什么样都不会过 妹 我可告诉你 你还小 不知道身前 别拿一生的大事荡儿戏 姐 你怎么了 你别这样 你放心好了 我和三哥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大小姐来了 你昨天晚上 不是说好来找我的吗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酒 不清醒 昨天晚上 你是和念春在一起 是吗 是 你爸他怎么了 我昨晚回来就睡着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三哥 你可以对不起我 但念春还小 也不能对不起他 你放心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我一定不会对不起念春的 彪剑那边好像出什么事了 我去看看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不一部分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二顺子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听见有人敲门 刚把门打开 他们就撞进来了 郭先生 是我 家唐啊 怎么回事 警察在抓我们 他受伤了 警察为什么抓你们啊 完全是误会 可是郭先生 求你救救我们 二舜哥 把门关上 跟我来吧 好 来 我得去 慢点 慢点 进来 这边 这是邪恶 你们就在这儿住去吧 开门 开门 快点 开门 郭先生 你们待这儿别动 我出去追上去 好 开门 快点 来 开门 快点 开门 六子 这出什么事了 得两个日本特务 跑到这一片没影了 对了 三哥 你瞧见没有 日本特务 你们瞧见了吗 没有 我这哪来 日本特务 有没有 我得搜搜 随便搜 没问题 三哥 来 抽根去 好 三哥 我这也是做个样 要不然没法向上面交差 没辙 这从哪弄这么个洋玩意儿 小子 喜欢就留着吧 给 你瞧 还挺好使 留着 你哪弄的 你们赵局长送我的呗 三哥 您这面子可真不小 我告诉你 我的面子就这么大 不 您这面子就说是小拇指那么大 这玩意儿 三哥 我也不敢要了 不是 小六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尿了你 这又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喜欢就留着用 就是别让你们赵局长炒进就是了 省得他说我拿他送的东西不当回事 明白 要不我们先撤了 不打搅了 不打搅 我要不怕耽误你们正事 我还要请列位一起涮羊肉呢 不知道怎么着 我这两天就垫系上东来顺这涮羊肉了 今儿子没一辙 公事在身 要不改天 那行 改天一定叫上列位地球 没问题 走吧 走 三哥 谢了 客气 回头见 三哥 回见 三哥 是 是 郭采散 多谢郭先生救命之恩 谢谢 这些人 先不忙说县 说说怎么回事 这事说起来也怪我 我带着我这位朋友瞎溜达了 敢巧碰着盘查的县兵又偏偏是几个东北人 这一听我们是日本人 二话没说举枪就打 你说这可讲不讲道理了 只能怪你们日本人在东北没干好事 日本军队没干好事 那也不能让日本良民抵罪 谁知道你们是良民还是凌民 他们说你们是日本特务 你说我是日本特务吗 你们要是特务 你们就没法待在这儿了 这么挺着也不吃回事 得请个大夫看看 那也只能拜托你了 你们歇着 我去帮你们请个大夫来 多谢 二双总 来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 你们先过去 走了 三哥 贾腾和他的朋友得在这住几天 今晚上你照料着点 我明天一早就会过来 好 我先回去了 三哥 你觉得他们是好人吗 我相信我的直觉 应该没问题 真是日本特务怎么办 他们要是日本特务用不着陷兵 我先给他们收拾了 好 没事 走 少爷忙了 不忙 我刚才去抽了口烟 我先给你玩 少爷 福生没人难为你 但你在外围给范家留点面子 看不惯 你不是有本事打我吗 还说我是你孙子 我没工夫跟你拌嘴 慢着 想走就走 那你的意思呢 拿钱来 标局挣下的钱也有我一份 你的零花钱归府上管 你的零花不归我管 我今儿都愣管你要了 你给不给 我耳不聋 眼不瞎 满街的人都说了 范家标局发了 你郭采三现在是财大气粗 十俩小钱买我闭嘴 不难吧 蛤 呼 好 孙子 你敢侮辱爷爷 借来之时君子不止 我告诉你小三子 别觉得头上这块天都是你的 本少爷就是死 以后也绝不向你低这个头 好 连光瀚这种无赖 都敢把钱往你脸上摔 你不觉得你在范家 活得也太窝囊了吗 话说回来自己的命自己不愿争 谁帮他也争不来 你乐意这么活你就这么活吧 幸亏没伤着骨头 养个十天半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 好 那就好 我再留点外用的药 每天伤口得清洗 洗完了再把药给抹上 好 谢谢您 那我走了 来 我送送您 我弟 谢谢您 没事 你可没跟我说他是日本人 是 忘了 重要吗 我要知道他是日本人 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来 这日本人也不都是鬼子 就像中国人里头也有汉奸一样 我看你就是 是 我要是汉奸 我自己个儿先把我自己个儿宰了 听我一句忠告 您说 少跟日本人掺和 就这样 念春 最近功课怎么样 还可以 那我就放心了 姐 你看 三哥 别喊 三哥 三哥跟什么人在一起啊 没看出来吗 是日本人 三哥跟日本人在一起干什么呀 不但在一起 你看 还打得挺火热的 他不会当汉奸了吧 你说呢 你说呢 不会的 他要是当了汉奸 我第一个就宰了他 是真的吗 你以为我不敢呢 我怕你舍不得 坐 三哥 你这儿真不错 比棺材铺强多了 发国难财呗 二春哥 三哥 给大小姐二小姐上场 怎么样 我看行 我看这是你接手算了 真的 我要是接手啊 念春 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啊 嗯 对了 三哥 我今天来 可是有正经事要问你的 你说吧 你是不是汉奸 这话从何说起啊 你要不是汉奸的话 怎么会跟日本人交往呢 跟日本人交往就是汉奸吗 姐 你三哥是想挣日本人的钱 他抗日的方式 就是想把日本人的钱 全给挣回来 把日本人给整穷了 原来 三哥你是这么想的呀 你竟听你姐瞎说 你没听出来他骂我呢 我哪敢骂你啊 万一不小心把你给得罪了 我们范家指望谁去啊 你听听 这不是骂我骂谁呢 我没听出来啊 你怎么还听不出来啊 我 我觉得我姐说的挺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范家可不就是指望着你嘛 所以呢 要是没有你三哥 我们全家没准都喝西北方去了 大小姐 您能不能别挤得我 挤得你 我不敢 我哪敢挤得你啊 别人不说 我爸首先就不答应 你三哥是什么人呢 在他眼里 那是天底下最听话的宝贝 他放个屁 你都当圣旨看 记得你 我敢吗 姐 这回我可听出来了 你真是话里有话 你听出来了 有人可不一定 你说三哥啊 三哥那么聪明 能有他不明白的 那你说谁啊 念春 我问你 天底下什么人最多 不知道 什么人呢 奴才啊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就培养出了一种人才 为主子马首是瞻的奴才 念春 你要跟三哥说的话说完了吗 说完了我们就走 别在这儿捣乱 免得耽误了三哥为我们范家挣钱 姐 我们才刚来一会儿 我想到里面看看呢 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我先走了 三哥 那我改天再来吧 姐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跟三哥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觉得三哥让你受委屈的话 你就直接了当地跟他说嘛 要不你就狠狠地骂他一顿 用不着现在怎么拐弯抹角的 我听着都替你着急 怎么了 我说他你不舒服了 我说他你不舒服了 你是不是心疼的 姐 我心疼的可是你 你心疼我 你是我姐啊 我不心疼你 我心疼谁啊 念春 好 三哥 三哥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那货送到了吗 送到了 顺利吗 还算顺利 就是累了点 打收条了吗 打了 回去歇着 养足了精神再来 我没事 这样你先帮我盯一会儿 完了你再回家 我出去办点事 你怎么又回来了 武田被我送走了 找我有事啊 还是上次你答应我的 把我的家当乱到唐姑去 真决定回日本了 是 是 你是不是觉得 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心啊 我真不希望 中日之间爆发战争 真的 要打就打吧 你们日本人欠揍 知道吗 要不给你们动到真格的 你们哪知道中国人厉害 更不能像你这样乖乖滚蛋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连活着都不怕 怕死啊 这话说得深刻 行行行行 不说这些废话 把你那些家当运来吧 我负责替你运到唐姑 我说话算话 谢谢 姐 你就听我一句吧 好好地再跟三哥谈一次 姐 你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总不能老这么憋憋憋憋的 不管怎么样 也不能不爱则恨 把好端端的亲人 变成仇人了吧 你说 他哪辈子欠罢的 真的是罢放个屁他都说香 这就是封建残余 是彻头彻尾的 于中于孝啊 姐 那你说我们当然应该帮他了 把他彻底的改造过来 改造他 你怎么没有信心 我是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 你怎么能够没信心呢 你想啊 进步终将会战胜落后 文明终将会战胜愚昧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啊 你才斗争了几个回合 你就要交些投降 那么不堪一击啊 姐 你就跟三哥再好好地谈一次吧 把心里想的都告诉他 你就这么憋着 心里该多难受啊 咱难受也不能自己难受啊 对吧 点人太难受 对不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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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